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其实这个产业这个族群值得你更多的关注 另外CPU光通讯仍然是强强棍 联军光环都涨停板 不过我们今天获利了结 出清了其中一档光通讯的股票 为什么要卖呢 那又做了什么新动作 待会你就知道 AIPC当然是现在大家正在暖身 开始要找标股的好时机 因为下个月很快就来了 Computex过后恐怕整个AIPC会标翻天 所以这里面有一些龙头场已经开始涨了 当然喜欢更香辣刺激的 你就要找小型股 而这个部分就是威廉老师的专长 今天先带给大家一档 AIPC的受惠股细微 那待会还有更多更多的好康都会在节目当中进一步交流 所以请大家务必一定要加入我们的股市权威陈薇良 所以YT频道有没有订阅 赶紧搜寻股市权威陈薇良 按赞订阅转分享 那还有我知道有些投资朋友 平常没有时间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电视 那或者是说你可能连看YT的时间都很赶的话 那其实我们会常常把我们的节目的重点 整理成文字档放在LINE的官方主页当中 所以你一样也可以帮自己整理起来之后 看看我们的重要的文字档分享的内容 那就能够找到台股投资的方向 首先来看一下大盘指数 今天还是在五日均线之上 所以整体多投方向没变 所以未来不断的创新高将成为常态 各位其实只要顺着趋势操作 其实就不会让自己好像搞得 能仰马翻然后赚不到钱 因为现阶段还是有很多个股 看到投资朋友看不顺眼就放空 所以这个空单居高不下 那也表示很多人在这一波并没有跟着趋势走 反倒是逆势而为 这是比较危险的部分 那至于说辉达的股价 昨天创下新高 那大涨了九个百分点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一起床看到 好像美股大跌了崩盘了 错了 因为很多人的习惯 第一个都先看道琼指数 是啦 没错 昨天道琼指数是大跌了六百点 但是因为道琼它主要的成分股 是以传统产业为主 其中昨天跌幅最重的就是波音 但是辉达的大涨 其实你要去看的是像费城半导体指数 昨天只有小跌0.02% 那基本上是先创历史新高之后 最后差不多收回在平盘附近 所以科技股仍然是现在投资的主流 那主流中的主流 就是跟辉达或跟半导体有关的个股 那待会我们会来谈这些相关产业跟个股 那首先用一点点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中共军演会不会造成台股的危机 会不会是另外一个黑天鹅事件 那其实如果要聊中共军演 可以回推到1995年7月份的时候 当时中共两度四射飞弹 台股从波段的高点一直拉回修正 到波段低点足足跌了17%以上 而且后续回神慢慢的反弹上来 一直到1996年的4月才收复了起跌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一次碰到中国四射飞弹的时候 台湾真的很紧张很害怕 会觉得这个战争好像就迫在眼前了 股市大跌自然也是正常 而且元气大伤以后 花了差不多有三个季度的时间 才收复了起跌点 但是此后我们再看到 比较近年的部分 包括2022年8月 裴洛西来台湾 中共在南海军事训练 台股只有跌了2% 而且马上就快速反弹 然后在去年的4月 前总统蔡英文访美 中共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台股跌幅非常轻微 另外在去年的8月 当时的副总统赖清德 出访巴拉圭 中共又进行了军事演习 台股也都只有小跌 不管是跌幅或者说下跌的时间 其实都很短暂 影响很轻微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同样的军演事件 因为你第一次发生的时候 大家会最恐慌 当你第二次第三次 甚至第四次以后 这个市场的反应一定是顿化的 所以我们当然不喜欢 不希望有任何 真正的军事冲突 但是如果从投资的角度来说 客观地以数据呈现给大家 这个对股市的影响 真的都很短暂 所以像今天台股 早上原本一度先开低 但是其实跌幅也没有扩大下去 那也就表示说任何因为这种可能是军事演习 或者是一些非经济因素的下跌开低 它往往都是买进很好的机会 那当然你问我买什么 刚刚不就说了吗 现阶段最重要的主流一定就是跟辉达 跟台积电有关的 或者说在AI半导体当中去寻找主流股 那主流股其实有时候你就算不小心买贵 但至少不太容易说真的严重买错 因为主流就在这个地方 那今天从几个主流部分来看一下 首先8996高利 这是AI的艺冷散热 那分盘处置昨天就是最后一天 也就是说今天它正式出关了 那股价果然来到了500元以上 创下历史新高 那我们从这一次它还在关紧币的期间 当时就跟各位说 它进行了压缩整理 那二三线的一些小散热股活蹦乱跳的时候 威养老师并没有鼓励大家去做追价 包括我们提醒吉茂的风险 或者是艾姆勒的风险 你会发现 如果你在一个礼拜前把钱投入吉茂艾姆勒 恐怕到今天为止账面是亏损的 但如果你在一个礼拜前去买进高利 到今天你享受的是它大涨创历史新高 所以买卖的时间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个错误的选择就可能会变成你 日后套牢的烦恼 好 不过涨到这里了 也不要因为是今天才看节目跳下去买了 因为各位参考一下 凯基头顾给高利的目标价是505 元大头顾给高利的目标价是533 当然目标价都是仅供参考 但是某种程度上也提醒大家 其实高利这两天的大涨 已经接近它的合理价位了 所以如果没有更新更强大的利多之前 恐怕在这里再去做追价 那就是冲动的行为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部分 6223旺系 股价今天喷上涨停板 历史新高 先前就提到 在所谓的VPC垂直探针卡的部分 它在去年开始就明显的成长 是在全球前十大厂商里面 唯一一个成长的公司 同时因为在目前 它的整个营收规模一直在放大 然后获利的表现也一直在提升 所以其实以目前来看 它的股价当然有持续地去跟 所谓的一个高阶探针卡的厂商 或者说高价位的探针卡厂商 进一步来比价的空间 我们认为当然旺西 它现在上档已经没有反压了 因为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接下来 如果想要找买点切入的朋友 当然你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因为这个礼拜几涨过后 下个礼拜可能会做回撤 有压回到五日线 十日线附近 再来找机会点切入 另外比较平易近人的是 8028伸扬半导体 因为价格就非常的低了 这个大概当时跟各位讲的时候 差不多就在60块钱 今天已经来到了67.2涨停板 创波段新高 未来值得留意就是在于 再生晶元这一块市场 现在也转往COAX来做布局 新的承载晶元 因为它的单价将会是 原本高阶再生晶元的1.5倍 所以下半年开始获得客户的大量采用 放量以后 其实这个不只是说营收会开始 往上大幅度的跳增 获利的部分爆发力会很强 这一次为什么股价能够快速连涨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一档股票你看 它的一个标股特质是什么 前面这里足足横向盘整了三个月的时间 这就是所谓一个盘整期 有盘整期才会酝酿出它的标涨期 盘整期的时候量越少越好 而且最好是它的一个短中长期均线 能够全部收敛纠结在一起 代表所有人的投资成本都接近 那前面为什么量越少越好 因为没有出量就表示 大户它没有办法在前面 真正的大量进货 所以你看这一次 它发动攻击的第一根红K 是爆一个底部的巨量 这个巨量几乎是相当于过去 可能差不多快一个月的总成交量 所以代表前面大户都没办法吃货 那吃货就是在这一根 底部起涨的第一根红K 那大户会这样子大量积极的扫货 那就表示它是有波段的企图心 那第一根红K的位置 其实就是在差不多55到60块之间 所以一档股票你要想 当大户如果买在这里 它未来要抓几成的波段利润 少说一定要看个三成 因为如果你说抓两成的目标 大户拉上去再卖下来 它其实去头去尾也赚不多了 所以当一档股票前面在量缩盘整 整理期越久越好 量缩得越小越好 当它出量第一根的时候 通常都是大户进货的位置 那你就是尽快的贴近大户的成本 所以这个就是你在找这所谓的 主流产业里面的新标股可以特别特别留意 当一档股票涨多之后各种故事各种题材就出来 那你涨上去之后才爆量的 那个时候其实就很危险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最近 跟各位分享到两档半导体相关的股票 那接着今天来跟各位谈一谈 AIPC 6231细微 那细微呢 它是全球前三大的BIOS认体 那过去就是长期跟高通是合作伙伴 这一次微软整个把AIPC的架构 定义清楚之后 那因为要采用的是高通的处理器 所以呢 未来高通的合作伙伴 当然就会跟着水涨船高 目前如果有越来越多的AIPC 开始出货销售 那搭配高通的处理器 那么呢也渴望进一步就是 搭配细微的BIOS认体 那今天来看的话呢 这个也是一个突破形态 那我们用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周期 带大家看一看 这档个股呢 其实呢 它完成了一个所谓非常标准的 头肩底形态 这边是左肩 这里是底 这里是右肩 那这个就是它的颈线位置 所以今天呢 是出量去突破颈线 那这个出量呢 量能算是温和放大 让它的短期中期均线 开始呢 扭转往上 形成黄金排列 所以温和放大 量能起潮 股价越过颈线高点 那接下来 当然下一个关卡 可能就要来挑战 这个大量的K棒上员 大约在318的位置 318 那我们就看一下 下个礼拜一或礼拜二 这边筹码换手的一个情况 所以下个礼拜 空手的朋友呢 先不要急着立刻跳下去 因为他有可能刚好碰到呢 前波解套压力 那你要观察一下 它的一个筹码调整的情况 是否顺利 那这是关于AIPC 那当然随着月底到了 然后到6月份 这AIPC族群 一定是越来越受到 大家的讨论 跟这个所谓市场的观察 因为股票通常都是 有一个领头羊出去之后 整个族群就会开始往前走 所以我们讲过 关于AIPC的轮动节奏里面 首先一定是先从品牌场开始 再来则是组装场 再来就是零组件 还记得我在这个礼拜的节目里面 就跟各位谈到 关于AIPC 年初的时候也曾经有一波行情 那当时最早开始涨的是华硕 然后就进入了大概 长达四个多月的整理 那直到本月份 这个星期它过了前高 那接下来像这个人保的部分 股价也开始往上涨 代表的是组装场 那如果一旦开始扩散到 其他相关领组件的话 那就有非常非常多 可以投资的标的了 因为你想想看 台湾擅长的 本来就是这些 电子零组件的产业 不管是里面的晶片 或者是相关的零组件 所以AIPC可以选的标的 非常非常多 那下个礼拜 我们将会有新的布局 所以第二季黑马体验营 还没有亲自感受过的朋友 你见证了魏阳老师 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无私分享了这么多标股 各位有没有买 有没有跟单 有没有偷偷的也赚了一些钱 其实如果你真的 有看我的节目 有买了我们节目所分享的股票 有赚到钱 魏阳老师都替各位感到开心 感到非常非常的恭喜 但是你要想一想 耳后的日子 你还要这样子苦苦的追赶吗 看着节目 然后自己选股票 自己买股票 还要自己烦恼 什么时候出场 那倒不如把你的获利 就好好的投资在自己身上 跟着我们成为 权威家族的一员 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 今天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让你自己正式成为 非常荣誉的 权威家族的一份子 那下礼拜开始 就由魏阳老师 亲自带着你进场 为你的第二季获利成绩单 赶进度 欢迎大家跟上我们90天 百万特工队的计划 赶紧加入LINE At Stock888 我们休息一下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请教魏亮老师 欢迎回到股市权威 再把时间交给魏亮老师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很开心 高利的股价 在出关之后呢 拉出了历史新高 连续两天都喷出大涨 当然这里不要去做追价了 因为下个礼拜 我们呢 会有新的标的要提供给大家 没有跟上的朋友 这边看看就好 663旺系 今天涨停 创下历史新高 这边呢 当然急涨过后 下个礼拜 有可能也要休息整理一下 8028伸扬半导体 底部出量之后呢 连续大涨 那今天也是涨停创新高 6231细微 完成了头肩底 那AIPC的题材 今天呢 出量越过颈线 涨停板 那这个以波段来讲 可能呢 才刚开始 当然还有机会 好 那至于说呢 在CPU的部分 今天有很多个股都很强 那323是光环 前天涨停 昨天休息 今天再涨停 但是 稍早我们预告的时候有提到 今天我们出清了一档 光通讯的股票 就是光环 那为什么出它呢 这个首先当然呢 在价案的部分 今天它是属于呢 创高报大量 我们常讲 你报大量要看位置 底部的话 通常呢 这个偏多 翻多的讯号 这个几率是很高的 但你在高档出大量 最起码 这个表示呢 筹码已经在 积极的换手了 一定是有 大户的筹码松脱了 好 那这里呢 我们不去多做解释啦 因为毕竟呢 光环能涨 那我们也祝福它 但是重点是在于呢 各位你相不相信 同一笔资金 能够呢 在一天之内 赚两根涨停 我讲的不是呢 拿两笔钱出来 买两只股票 赚两根涨停 我说的是同一笔资金 在一天之内 赚两根涨停 那我们今天 就完成了这件事情 怎么做呢 光环今天呢 一早就开始发动 很快拉上涨停板 结果呢 在涨停板那边 它不是呢 爆量吗 开开关关 给各位看一下 开开关关的 所以呢 它一早九点多 亮灯涨停板 我们获利出清之后 去买进另外一档股票 当时呢 是在平盘附近 结果买完了 股票呢 开始往前冲了 最后呢 锁上了涨停板 所以这个就是呢 一天之内 你同一套资金 只要抓住节奏 你可以呢 让它有效地放大 再放大 一天完成 两根涨停板的壮举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一件事情 那这个不就是 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吗 你希望让你的 有限资金 在操作的时候 感觉好像呢 放大再放大 有无穷大的魔力 那我们买进的 今天是这一档 设备股 那这一档设备股 最主要 它也跟呢 CPU有关 那CPU当然 这个领域 未来会有很多 很多的保障 会陆续被它挖出来 那其中 这一档公司 第一个 它不久之前 刚完成了库长股 那就买在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讲 库长股就是呢 公司用自己的钱 进场买股票 那白话文来讲 公司的成本就在这里 公司的成本 所以你非常接近 公司的成本 或者你非常接近 大股东成本 通常投资 风险都很有限 第二 它接下来要办私募 准备要引进 策略投资人 那再搭上呢 CPU的设备 所以你想想看 这未来的 想象空间就很大了 什么样的 新策略投资人 要来投资 会带来什么样的订单 我们就拭目以待 那另外呢 最近哦 国际的记忆体大厂 包括美光 海力士都大涨 最近的台股 比较少人去关注这一块 那我讲过 因为记忆体 大家觉得好像不好操作 不过呢 考量到有些投资朋友 真的对于呢 盘面一些热门股啊 散热啊 机器啊 CPU 觉得涨多了 那这里呢 4967十全 它的存货股本比 7.89倍 值得留意 另外威刚 它的存货股本比 也非常高 有6.66倍 值得去做留意 那另外呢 目前在分盘处置当中的 康权 股价越走越高 那今天呢 持续的改写历史新高 这一次从被关紧币以后 其实它真的拉回的幅度 非常非常有限 表示呢 因为先前的利空 所以把福尔早就洗得一干二净 现在所持有的人 都是呢 信心极强的波段投资者 那么 关紧币到6月3号 那后续呢 通常在关紧币的尾声 股价呢 都有机会 逐步的开始走强 那另外 网通大厂 震机 那接到呢 高通的订单 那同样的 未来的业绩也即将爆发 股价呢 随时准备越过前高 去突破历史高点 第二季 走到这里 慢慢的进入到尾声了 你满意这一季的操作吗 如果你还不想 在这一波的行情里面 真正的脱队 或者是呢 绩效落后给他人 那这个时候 威阳老师会是你 最强大的帮手 那欢迎大家 看了节目这么久 也观察印证了这么多之后 真的 好好地投资自己 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更好 把你的时间 留给自己 那跟着股市权威 成为我们家族的一份子 下个礼拜 全新的标股 带大家进场 给大家操作顺心 下礼拜见 请观众朋友 本公传所推介分析的 各别有价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应该独立断站 显示评估 并且解释自负投资风险 顺利靠这权利 我们下回